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蓝色系的配色 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夏天再热 看上去都心情很好的那种气质的穿法 我非常想分享蓝色 可能是因为上海最近的天气 蓝天白云心情一下子看到就会打开的样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蓝色 跟大家分享 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一穿上来 整个人都明媚了 心情就很好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颜色 是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穿衣的穿法没有那么多变化 只有颜色代表着我们不同时期的心情 你看我以前我就从来不穿这种透透的颜色 只能说我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水灵 好油啊 你看这一身是不是就很大方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一般就是只要是蓝色的话 我都会带珍珠 而且蓝色加白色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颜色 有个包你没拿着 那个衬衫我下次就给你拿过来 天天我要不要给你买一个蓝的 今天上了腿 你好粉啊 天天的网络叫水灵灵 是什么意思 水灵灵是什么好水啊 我一样 是漂亮啊 一样湿答答 拜拜 如果大家有那种灰色的腰带 我其实觉得也 你看 这样我觉得也特别的美 然后包包的话 包也可以选择灰色 这样的感觉你看 其实我觉得这一身主打的就是颜色 咱们可以简单一点 但是细节可以让它漂亮一点点 咱刚刚那个是水灵灵 现在这个呢 是稳重重 第二套其实是蓝色的套装 然后呢 其实这个颜色 你会发现它跟这种色相会很配 如果咱们这一身用白色 你会发现它那个感觉出来 然后这一身的话 你看 就可以用藏青色过渡一下 如果我这一身 大家想要存在感强一点 或特别一点的话 再加那种丝巾 我觉得也很配 然后鞋子 我就用蓝色 下一套 要有一点点浪漫的少女感 你看因为我穿了一个花花的裙子 然后为什么我会找这种印花裙 因为说实话 我自己感觉 有时候大家可能在买衣服的时候 也很少说我要全身上下所有的都变 大家想要尝试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就是从那种印花半裙开始 这种印花半裙比较牙一点点 然后它上面的色块呢 其实也是蓝白色 你看我们就可以跟这种衣服搭在一起 其实这一身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牛仔的单品 你看 这一身的感觉 哪怕我们上面换一个T恤 其实也很漂亮 只是因为我更喜欢 针织出来的那种很柔和的感觉 其实接下来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有点少 但我又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这个衬衫说实话 看不太出来是蓝色 但它其实是蓝灰色 它有点文艺感 但是我的配色呢 我用的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这样搭在一起有很高级 然后我就设想 如果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 我这一身再加一个藏青色 我觉得应该就会很适合那种秋冬过度的感觉 但我们这一身因为是夏天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蓝色放在包包上 你看就是用这种感觉 这个搭配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 你不太喜欢某一个色块太重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往小一点的色块 然后搭配元素 如果我这一身下半身 再换成这个裙子的话 也很好看 它就有点点文艺跟知性感 其实我分享这个颜色 除了我觉得看到蓝色 会让自己心情很明媚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外婆带外婆去参加了一个 就是草坪婚礼 但我那一天看到外婆穿蓝色的时候 我一下子有种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到 她在这个年龄段 穿这么浅这么嫩的颜色 会这么的合适 所以我很希望 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配色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自己衣柜 今天想要换一个心情的时候 就可以借鉴我们今天分享的几个颜色